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有人问我说这个反弹是真的或假的我就简单的跟各位讲你这样下沙能够谈到0.5的位置就不是假的 所以明天明天看一看每一次在这个你看第一次这样他这里我跟各位讲这绝对不是不是倒行反转 就真的有打下来你打下来你这样看你就看到好像打第二只脚这样 所以股市里面技术分析基本上要跟着筹码去看会更准确 那我来跟各位看一堂鼓其实你们也都知道最近不好做嘛 但是真的悬鼓很重要 你看喔 你这样鼓悬鼓今天就真的不要去追了有什么好追的 当时说请你扫描QR call嘛 就是这一档 训德 你知道你以前会看哇这132那么大的量怎么会过 我告诉你他今天过今天又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股票上我常跟各位讲你要看筹码 我当时为什么会说要训德 因为头绪买那么多 你不需要今天才去追今天创历史新高追有什么意思呢 你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段时间其实股市好不好做 不怎么好做 今天他创历史新高 今天创历史新高 因为他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那我们跟各位讲可以买 你就慢慢看 经过一段时间我还跟你讲训德 这个 任何做股票一定是要有方法的 你看训德 照全部画面 对 我当时就跟各位讲 我说你这种股票 21天时间转折突破的下降压力线你要买 就是刚刚刚刚刚用提涨这个位阶 你看 我就跟你讲这个电脑就是我在用的 你看连黄金切割力都还留在这里 我把它删掉一下 那个飞着时间波都还留在这里 有没有 你要买对位置 你说不要今天最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已经 这里又教我们一个技术分析 一个多头架构里面 这次是不是天亮 量架不会同时到顶嘛 今天只是来交代一次嘛 哪有今天去追的理由 你们真正要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 113块2月25号在这里 这是个位置 你有两次机会买 一次机会两次机会 从这里上去不是 你调查位置这样看 2月25号在这里 大盘在哪里 大盘在这里 我也把切割力给删掉一下 大盘大概在这里附近位置 那距离高点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你同样的看一下 我请你在这里嘛 今天在创历史新高 这个我跟你讲 古诗里面我常常讲 我都跟你明讲了 你有时候你也不相信 这基本面讲 这写的那么清楚 这个六四三八 他是这个 SIA联盟的召集人 这个都是当时跟你讲的基本面 就这样看嘛 很开心啊 他今天创历史新高 我113块跟各位讲 我其实我在 你收看我节目 我不要跟各位讲 股票这样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换来换来 我也不要讲那种很小很小 没听过的股票 这个为什么会提他 因为他是 你们要把他记一下 这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自动化整合的一个联盟 他是这个联盟的召集人 所以 他几天的时间而已 在最近那么不好做的行情里面 你如果说看我节目买个十张 到今天差了21万 你看看才几天而已 你们眼睛是雪亮的嘛 对不对 你们眼睛是雪亮的嘛 你看看今天多少钱 我师傅跟各位讲 不确定因素已经确定了 战争会让市场再出发 现在的你要做什么 爆发力十足的霸主 连续加起后发动 我问各位有没有发动啊 今天创历史新高 这才叫做股票 今天没有人去追的啦 要买要买要涨的 要正要起涨的股票才对啦 我的股票都可以经过你们检验 你自己到一个阶段 你要不要设停利 停利听得到 就是你有赚钱 你要把它落带回 你们自己 你们 我不可能说 现在盘后了 我不可能 你赚那么多了 当时买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了啦 你看 这个也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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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通啊 你看 我有写报告都不会插到哪里去 43块5的时候想滑通 你看一看 你看 一个礼拜后 也涨了8.7% 你就不需要说涨了8.7% 你再去追没有意 我跟你讲说什么 我送你的说43块5啊 那么不好做的行情 我也帮各位达成了一个目标嘛 我今天就不用再花那么多的时间 再跟你讲 讲这个基本面 但是 你要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 在华盛顿有一个卫星展 你滑通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 全球啦 的卫星在九层的PCB是滑通住的 你这样记得就好 我涨股票我都涨在前头 你后来看会不会涨 这也是上礼拜一讲的 副顶 105块 你那时候你也看不出来它会涨嘛 对不对 我也是电视节目说拿给你看嘛 我说你要注意副顶 而且 有两天的时间让你有 有想法 因为你那天跌300多点 哎呦我不敢买 我还是跟你讲副顶 105块的副顶 对不对 那还是没什么涨 一直到3月16都没什么涨 礼拜四开始就开始动了 礼拜五又开始拉了 到今天 将近13% 哎观众朋友们 我们赚钱是这样一点亿低的 一点亿低的跟各位讲的 当时我也是请各位扫描light 对不对 你有扫的你自己也知道 华通我有没有讲 副顶我有没有讲 啊 信德我有没有讲 有 通通有讲 那我就长上来就不要再追了嘛 你等下一次的机会嘛 我今天有拿另外一样东西给各位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奇怪耶 我到底要表达什么 我到底要表达什么 其实在放假的这几天 我把整个大盘的个股又再看了一遍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在电视节目中跟各位讲这个 你一定要用月K线 你要很平静豁达应对的去看波浪 所以如果月K线有一个股票很强很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你回过头来看有很多大涨的股票 基本上当时你月K线其实应该已经看到了一些 我很多股票都是从月K线出发的 虽然 你 我给你看一下 你这是日线嘛 你要看月K线你就会有想法 他当时为什么强 其实这里当时是组了一个类似一个底 你这样看就清楚了 有没有 看得懂 我讲慢一点 有观众朋友你们就懂 你这样一个月线他组了一个底 然后就开始走1比1 对不对 股票市场上他会涨 基本上你要学习看月K线 就比如说我们当时跟各位讲的一定都要你看 这个我一打出来你看好多股票 当然我不是叫你再去买他了 当时为什么资源我们抓的到也是一个大WD 你看这个都是底部 你看你看 当然我也不是要你现在去买他了 而是让你知道说为什么我的股票你从月K线当时去着手的时候 他会有那么大的力道 我不是要你现在去买 这都以前讲过的股票了 所以我在这个假日的时候我就去想 有没有最近刚刚底部才冒出的我们所谓的经济母 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位结个缘 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各位结个缘 这个是高的这个是底 我们讲股票我们把它称到这是高了 那我这里跟你讲底合不合理 你自己看嘛 你们常常说要怎么找股票 我股票就是这样找的啊 我利用假期的时候我去找的啊 你看 他这个底打的有够美的 这是这是月K线啊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股票一定是买怎么样 底部的股票才是真正可以让你赚大钱啊 我就画过了嘛 这种这都是底部形态嘛 你打完底部形态他才会开始手一二三四五嘛 你懂我意思吗 那问题这个打底的这个打底这个这个底 如果说打了十年你觉得他的想法在哪里 我告诉你呢 你有时候做股票你就真的是 已经有跟你讲答案了你要不要去做 谁最懂 一家公司谁最懂 他好不好 老板应该最懂嘛 你都当老板你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自己公司营运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之所以会看中这一档股票就是 他的懂做买自家股票 他觉得他打了十年那底了 我以前我的股价还有两百多块 我现在只 我现在只有三十几块 结果我董事长自己大买了 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就利用假日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们常常看到股票涨上来的时候 就是想去追 包括我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可爱的主持人也在问我 那信德这样涨还可不可以买 我就说拜托 我在刚要涨的时候跟各位讲 你刚好要涨了一大段以后再去追 对不对 就像之前跟你讲的 智元啊奇红啊星星啊 都是在起涨的时候跟你讲的 那涨多了以后 我就不想再讲了 我宁可去买底部的股票 我也不要去追那个天上高高的股票 那你今天之所以会成为底部 就是因为你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以后 你开始去逐一个底 那谁最了解公司绝对是董事长 那董事长都愿意在 最近是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危机 你看那个乌尔危机到现在还没解除 乌尔危机还没有解除 情况下国际情势不稳 就像董事长自己下去买他们家的股票 因为这个买完以后就会 他那个股市观测站就会发布出来 说他董事长有买股票 那你们知道董事长去买股票 又打了十年的大底 而且他有一个 有一个经济母今年会爆发 那自己公司也说他的订单是满到年底 而且你不要忘了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卫星展 在华盛顿展开 他一定针对卫星 或者低轨道卫星这些科技 在这几天会 有各家都会提出看法 那他本身又是一个低轨道卫星概念股 我讲股票我都是讲在前面以后 让你验证的 我绝对不会说涨上来的 你看你看吗 我哪一档股票不是有评有趣 在电视节目中跟各位做分享的 你看这个当时的附顶 这当时的这个华通 这当时的信德 每一档都是直接了蛋的跟你讲要 要发动 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跟各位结缘 你电话拨通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档底部的股票 对不对 我是建议你 你要布局的 你不要说等他上去 再来追 那没有意义 够底了吧 够底了吧 那第二个 今天礼拜一 我突然要拿一个最近大家很不看好的一个族群 当然你上次你也看到 长龙骑掌那一波我也告诉你 那阳明那一波也告诉你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说他们的价值在哪 因为最近我坦白讲 你会看到航运股 你会看到航运股好像没有那么强 我讲实话真的没有那么强 长不大动 你会觉得 就是落落的 上次我记得我146块告诉各位 结果一口气涨到171 你忘了吗 最近就落落的 这种股票不强 不强 你们看的又跟我不一样 底部可以买的 它涨了一段 我也说过了 你们自己设停利 但是任何股票都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的想法 那不然法人干嘛要买 法人买一档股票 他一定会做一个研究报告 他那个研究报告就要 他就要评估说我今天我进去买以后 我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今天各位观众们 你们真的很还不错啦 我就觉得因为我利用假期的时候 我有我自己的管道 我又 我不要说你最近看到电视屋很强的时候 你又忘记了 你电话要拨通了 你想要知道 万海长龙阳明这一波 要到哪里的 你今天这通电话 你一定要拨 你不管说我知道了什么 你电话就是要拨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知道说 长龙在减支 那减支基本上 减支六成嘛 八块八加六二十四块配给你 到底他的想法在哪里 那杨明更不用讲了 那个超乎预期二十块的这个这个 现金值利率那么高 到底 到底今年他还有没有机会去填息 我讲实话 就像股价不涨的情况下 能够去填息这个 这支利率也够高了 你也知道说 现在放在银行的利息 才多少而已 那如果说已经达到15%的 难道就是15% 公布完就结束了嘛 这一定是有一些想法 到底他们这些老板 这样子的配股配席 简直到底他的 对未来他们自家的股票的想法在哪里 你要知道 所以我今天有两份 两份 一个说 你本身有航运股 或许你之前你有套牢的 你这份你要拿 你这起心码有个底 另外一个我必须想的 我假日做功课 这个叫做电子股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打了20年大底的股票 你基本上 你当然是利用现在来嘛 所以我今天有两份讯息 要跟各位交流 一个就是 你要晓得 旺海长龙阳明目标价 你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 尤其是你之前套牢在很高很高的位置 你一定要知道 你大概就可以换算一下说 他目标价到哪里 我是不是可以加码了 另外 你如果说对航运股 你没有抱太大期待的 你希望买底部股票的 好那这一张很适合你 很适合你 因为他董事长自己都来买 有两份的资料 跟各位交流 你电话要拨通 好进广告 谢谢 谢谢 5858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头部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 8512 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你拥抱财富 02 8512 5858 超越巅峰 A1 B2 不要被指数给 给 给蒙蔽 因为真正地讲 我也必须讲实话 刚刚也用缺格力也跟你讲 你正常来讲的话 这一波的反弹 你到了半年线的位置 本来就压力很大 和刚这个缺口 又接近0.5的位置 我刚刚开始开场白金跟你讲很清楚 你就先不用去管指数 你要的是能不能买到底部的股票 我多年来我自律于技术分析 就是不断的跟各位讲说 你买底部的股票 尤其底部它指标又刚好勾上来 这个叫做安全 然后我们讲说你要知道基本面 你要技术面 筹码面 我请问你 谁对自己公司最了解 那一定是董事长 所以董事长来买股票的时候 他告诉你两个讯息 第一个 当然这董事长懂不懂技术分析我不知道 但是最起码他知道他们公司不会太差 的业绩不会太差 所以他买自己的股票 筹码绝对是安定 因为他来买会有一种连移 你知道吗 所以在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这筹码就非常安定 技术面就交给我 我已经跟各位讲 这个底部的股票 你电话拨通 这个好难找 1700多档股票 我这样扫描过又发觉 这那么大的底部形态 第二个我要跟各位 报告的就是 你电话要来了 我为什么在今天3月21号 我突然间要跟各位讲望海长王样子 因为不要等大涨了你才来要 我已经跟你讲很清楚了 你不要等大涨了你才来要 所以电话要拨通 这份资料价值连城 所以今天有两份资料 一份是这个 你了解一下目标价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这种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 你电话拨通 这张股票送给各位 那你也要知道 望海长龙阳明 不要等大涨了你才来要 谢谢 本公司 先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